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位中国的异议学者 他就是遭到北大解聘的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 夏业良教授在这个星期从北京抵达了美国 他计划要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继续他的学术生涯 那么夏业良众所周知他是08宪章的联署人之一 他是以敢于批评时政而著称 北大在去年10月份将他解聘 这还引起了美国还有台湾许多地方的学者 发起了声援夏业良的行动 我们下面就为您进行连线 目前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夏业良教授 来了解他的最新状况 夏教授您好 嗨 您好 主持人 您好 很高兴看到您 那么先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选择要来到美国呢 这个也是无奈的被迫的选择 因为在国内目前的这个状况下 没有一家大学研究机构敢聘用我 所以呢 在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说我也接受这个美国所提供的这样一些机会 而且不止一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我们知道这个您的计划包括了在一些大学 或者在一些智库来工作 那稍后我们还要请您继续跟我们谈谈 未来的一些计划 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看您当时离开北京机场的时候 您有没有担心或者当时有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拦 那么有哪些人知道您要来美国的计划呢 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学校里边 其实通过学生 因为学生很关心 我在上课的时候也问了今后的去向 那我向他们透露了一点 我说如果国内没有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这样的一些机会 我可能会接受美国方面提供的一些机会 那后来呢 其实警方在我走之前跟我也有所接触 我也告诉警方 我说我会走 当时我也问了 我说会不会在机场拦截我 因为在之前有周恨甫教授在机场受到拦截 那我想就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但是警方当时对这个问题呢 也没有给一个很确切的答复 但是只是想说应该不会 那么后来呢我们在机场的时候 在等待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担忧 但是后来是顺利的过去了 所以我也还是觉得 就原先那个担忧 现在终于放下心来了 是 那么夏教授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未来的计划 我们先来看看您在自己的推特上 您写了这样两句话 您说君问归期未有期 天使之城黄祸石 能不能更清楚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您计划什么时候回中国 如果说自己个人的倾向的话 希望一两年之后 如果中国这个大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 我希望能够回到中国 一方面能够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教学 或者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的推动 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 或者是中国的制度变革 但如果说一两年之后的形势 还没有发生这个根本性的变化 我也不知道我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现在这个还都是不太确定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离开中国 就不再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 而是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是 夏教授 最后我想再继续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 希望能够继续地在海外 来关注中国的公民运动 您也注意到 我们刚刚新闻一开始就报道了 新公民运动 在最近有许多的成员 遭到当局的 可以说是扣押 还有起诉 甚至定罪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 对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表达看法 我支持这样一种 就是由公民自己自发的 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这样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做法 是过去党内他也有过类似的 就是说一些讨论 到底要不要公开财产 直到今天都没有很明确地表达这一点 那公民就应当促使官方 给官方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来公布这样一个财产 对这样的行动进行打压 并且这么严厉地进行判刑 甚至许志勇判了四年徒刑 我觉得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也是违背基本法理的 那我个人就觉得 像许志勇这个事情 许志勇我是认识多年了 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 一位法学博士和律师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内部的讨论中 我们还经常批评他 说他过多的相信政府 或者过多的相信执政党 能够进行自身的改善 或者进步 这一点呢 我们这种采取方略 并不是我们非常赞同的一些方略 我们觉得太过于 有点像体制内改革的 这样一种妥协 所以我们不是特别的支持 有些做法 但是这个事情上 我们是相当支持的 所以说在他被判之前 也有一些警方跟我接触 就是说你对这个什么态度 什么看法 我当然非常鲜明地支持许志勇 我不认为这是有任何的这种犯罪行为 包括我在去年八月份 曾经收到过我们院的党委书记 张正给我写的这个邮件 里边提到 就是最近或许你在这个支持 释放许志勇的公开信赏签名 联署 就是说知道这个事情 觉得你这样做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是因为许志勇是犯了罪了 他是什么阴谋颠覆国家政权 什么什么 他说了这些东西呢 后来我就解释 我就回了一幅很长的邮件 我认为这个说的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邮件 现在也是在有些媒体 对公开 可以看出这个官方 对这个事情是高度的关注 并且施压 对我个人也是做了多次的警示 说你不能支持这个事情 你不能公开发表言论 支持他们 那包括这次我出国之前 也有警方跟我接触 也是说到那个许志勇宣判的那一天 你是不能到现场去的 我说我并没有打算去现场 但是呢这个你说不让我去 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奇怪 一个公民接受审判 那么其他的人关心 出于关心的话 去现场去看一看 这也是他们的自身的权利 怎么可以阻止这样的权利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夏宜良教授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我们知道近期内 您也会到华盛顿地区 或许将来还有机会 邀请您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那么有关于中国政府 在近期内对于异议人士 或者是学者 所进行的打压行动呢 在我们美国精英中文网上 都为您做了详尽报道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精英中文网 来查询相关的消息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